创造101还未结束,第二季就要赖!网友,女团就像大白菜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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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创造101的风头可是无人能及,因为将近决赛了,大家都想要让各家BIC的小姐姐出道,正在抓紧时间投票呢,毕竟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差距,就是出道与淘汰的分割线! 而关注这个节目的网友也想要知道最后出道的是哪几个人,毕竟也是出了这么久的一个综艺! 而从这几天的排名来看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前三名应该是锁定在孟美琪、吴轩怡、杨超越没跑了! 对于这个结果,其实很多人都挺能接受的,毕竟美琪轩怡的实力是在那的,而杨超越虽然不喜欢他的人不少,但同样他的人气也是不错的! 不过现在101的第一季还没有结束,就传出了第二季要来的消息了,不得不让人惊讶呀! 这个消息其实是因各大影视公司开始招募练习声而引起的,按照节目的播出间隙来看的,一般会是一年一季的模式! 如果是现在开始招募,到节目播出,最多也不过一年! 更何况这其中还有招募选人的时间,到时难道一个个的又是靠修音师拯救吗? 对此很多网友都表示不太能接受,毕竟想一个,SM都是系统训练好几年才出来的,我们是要速成的吗? 有网友说,这样出来的女团就像大白菜一样,就像现在第一季中出道的女团,从之前流出来的未修音版片段来看,很多人都不符合女团的出道标准,那么她们出道之后怎么办?慢慢去学?谁能等那么久? 现在的观众都是很健忘的,新鲜事情一多,谁还记得你是谁? 或许那些实力不错的小姐姐被淘汰,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吧? 不过话又说回来,其实像这样出道的女团,其实实力只是附加条件 人气对她们来说才是关键,换句话来说,这就是看你的人设吸不吸粉了 但这种吸粉容易,脱粉也是很容易的,一点黑料就能毁一个人 像高秋子,深切怀疑节目组是在用咖啥热度,先用一个高笑表情包人设吸引大家,然后在最后环节的时候来个一击,简直完美,让每期都能有新的看电 还是希望女团人选能多一些沉淀吧,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? 创造101选手大片发布,吴轩宜梦美其表现平平,最近艳势李子婷 季前几日某杂志邀请著名摄影师陈漫威创造101部分选手拍摄的映照大片的预告曝光后 过重的赛红和昏暗的滤镜令不少网友吐槽像是在拍鬼片,而关于哪个选手的映照表现力最好也是吵得不可开交 今天,这批被受瞩目的映照终于揭开了面纱,首播公开的照片是杨超越,孟美其和王菊的照片 杨超越身穿绿色旗袍,脸上打得厚厚赛红即使是全景也清晰可见,显得娇俏可爱 而孟美其则身穿蕾丝旗袍,在大门下摆出了超模pose,看起来气场十足 而争议选手王菊的表现令人惊艳,一直以美黑形象出现在镜头前的她竟然已特写出镜 黑幽幽的皮肤也不复存在,看起来神似韩国女星郑秀晶 而吴轩怡已在柱子下微笑面对镜头,AVM则直接面对镜头开心DV 最令人惊艳的是李子婷,侧面照片头发飞起看起来气质独特 而高秋子则脸皱成一团,五官挤在一起被网友调侃好像个包子